高雄市左营区22日深夜 发生一起兵士车撞伤UberX外送员后 落袍的肇事逃逸案件 一名成型外送员骑机车 在左营区复国玉城路口停等红灯 绿灯起步时一步同向的兵士车突然右转 外送员来不及闪避 当场被撞倒在地 好险骑机车的成型外送员 在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但仍需住院观察 而就在兵士车肇事逃逸后一个小时 一名自称是驾驶兵士车的成型男子 到派出所投案 兵士车前保险杆和挡风玻璃 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但警方询问后发现疑点重重 因为他细数的行驶过程 以我们目前所有的 接入系统的影像是有点出入 我们还在查证明星中 自行投案的陈姓男子 并不是兵士车主 只说车子是借来的 其他不愿多说 警方不排除陈姓男子 是警惕朋友来投案 警方宪政积极通知 兵士车主理清案情 如果属实 全案将以伪造文书 公共危险及伤害罪嫌就办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 发生的证明星中